妈你别捏了 你手破了你别捏了 没事没事 这个手指头一般也用不上 你叫勇敢 勇敢 你不叫勇敢我就不跟你好了 我勇敢这是我妈妈教你的 包贝尔和妻子包文进的女儿包饺子 一直深受我们的喜爱 2015年出生的包饺子 曾经和妈妈包文 竟一起参加过综艺节目 妈妈是超人 也正是因为这部综艺节目 让观众们开始关注包饺子 包饺子是她的小名 大名叫包可爱 可是观众更喜欢称呼她为包饺子 当时参加节目的时候 包饺子才刚刚两岁 甚至还不会说话 她虽然单萌又可爱 却时常能够让妈妈包文进崩溃 可以说是时而会成为小魔鬼的天使 光看包饺子这个名字 就已经足够放飞自我了 小家伙还自带表情包 不仅一副天生囧子脸 还能够瞬间转化表情 夸张又搞笑 活生生的一个行走表情包 包饺子凭借囧子表情 被网友册封为 囧美小公主 也因为调皮搞怪的性格 戏粉无数 也成为了自甜心和阿拉雷之后的 又一综艺艺姐 所以妈妈的包文进 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 她几乎是一出场 就让人铭记于心 且话题性超强 因为包文进当了两年的妈妈 几乎就没有怎么带过孩子 在节目中 我们也是能够多次看出 包文进的无知 以及面对饺子不听话时的无助 所以当节目播出以后 包文进也获得了 Dina妈妈的称号 但包文进通过这个节目 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 也在努力地学习如何做一个好妈妈 与孩子共同成长 学习着如何换位思考 尊重聆听孩子的想法 俗话说 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作为爸爸的鲍贝尔 在遇到了女儿时 瞬间变成温柔大叔 收敛了身上的稳重和严肃 化身为女儿奴一枚 尽情地和饺子开心玩耍 两人一大一小 就连睡觉的时候都会抱在一起 可以看出鲍贝尔有多么的宠爱饺子了 饺子也有多么的喜欢爸爸 但毕竟鲍贝尔经常出去拍戏 所以时间也很紧 几乎不会在家里陪着孩子 在节目中就出现了 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当时鲍文静和饺子 两个人在家里休息 因为开视频和鲍贝尔聊天的关系 所以饺子就非常开心地笑着 但是要去睡觉的时候呢 看到鲍贝尔不能陪着自己 伤心的饺子就凶鲍文静说 快叫你老公陪我睡觉 而鲍文静在听到后 他的反应简直太好笑了 坤一十足的鲍文静 气得标出一句东北话 这个词而忍呢 没有想到饺子听完 立马更加有精神了 跟鲍文静聊起了东北话 这下不用睡觉了 听我的 我是你妈 谁是谁妈 妈 我是妈妈对不对 我不认识她 先把她拿走 我们俩认识吗 不是的 我们俩熟吗 这家子真是太逗了 果然 女儿总是和爸爸要亲近一些 要不然怎么说 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呢 如今的饺子已经五岁了 长相不仅越来越漂亮 情商更是高出同龄人 在近期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 饺子就展现了自己 好像抹了蜜的小嘴 表白杨子山 我感觉你好漂亮 然后开始撩起了杨子山说 你知道最甜的话是什么吗 答案是猪 杨子山表示不理解 然后饺子呢让她拉长音 嘴巴就撅起来做筋筋状 所以是最甜的话 这一幕观察原理 但看到以后 直接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 感叹道 这是个五岁的孩子吗 最甜的话 最甜的话是什么呀 你自己想一想 我爱你 不对 最甜的话不是我爱你 是什么 是猪 什么意思 是猪 是猪 不是什么 你拉长一点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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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猪 猪 猪 是一个五岁的孩子吗 刚刚我看到了什么 不得不说饺子呀 继承了鲍贝尔的幽默和高情商呢 完全就是一个人小鬼大的小机灵鬼 你们喜欢这样的饺子吗